年輕話你來看到大年初二回娘家 一早在台中太平 來自國內外各地的張家仁陸續回來了 今年整個大家族五代同堂 年紀最長的102歲 最小的才剛滿月 五間席開32桌 晚上還開15桌 另外在彰化鹿港潘信家族 初二變裝趴再次登場 今年主題是橘色 親友們都精心打扮 不但有長頸鹿家族 硬頸的恐龍 超大的火雞和狐狸 甚至還有人變身成一顆籃球 現場氣氛超熱鬧 小女孩流力的運著籃球 成功上籃得分 仔細看籃球和球框可都是人假扮的 陸港潘家一年一度的初二變裝趴 正式登場 今年主題是橘趴 一家大小變身成長頸鹿家族 而年紀最小的男嬰 則是化身為小老虎 除此之外 還有吸引人注目的大火雞 毛茸茸尾巴的無鯉 以及硬頸的橘恐龍 還有卡通人物 邁入第十年 今年流感非常的嚴重 所以有些人沒有辦法前來 很可惜 包含最年長92歲的阿嬤 還有最年幼五個月大的男嬰 四代同堂團聚 透過不同主題的變裝 讓團聚時光變得有趣熱鬧 令人回味無窮 另外在台中太平張家 每到大年初二 家族成員紛紛從國內外回來 中破賽忙著準備豐盛的團圓飯 預計中午席開32桌 晚上還有15桌 家族最年長是102歲的阿公 最小的才剛滿月 今年預計有將近500人返鄉團聚 還有成員的肚子裡 已經有小寶寶 每年都有新成員加入 家族人丁兴旺 繼續開支散業 同時也要將出二大團圓的習俗 一代又一代傳承下去 接著來電話說 紅金片黃正宣 彰化台中 綜合報導